何大人 咱们还是得说点正事 说 焉成这帮贪官 把人吃的粮食 换成了牲口吃的 肤糠和草料 这件事 何大人可知道 我知道 那何大人不觉得惭愧吗 我背绝欣慰 为什么 季先生有所不知啊 这一斤口粮 可以换三斤福康 这就等于 原本能救活一个人的粮食 现在可以救活三个人了 可福康是给生土吃的 不是给人吃的 灾民还算人吗 你说什么 你不要把眼睛瞪那么大 你知道不知道 行将饿死的人 就不是人了 那就是畜生 只要能活着 还什么福康 那是好东西 草根 树皮 泥土 都可以吃 此话出自堂堂何大人之口 真是令人震惊 你当然感到震惊 你是一记书生 你只会在书斋里手捧圣贤书 骂骂当朝者而已 当朝者不公自当抨击 你干嘛火气这么大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鸡先生 你见过这个吃观音土活活仗死的人吗 什么是观音土 你看看 你不知道 我再问你 你见过这千里平原 所有树木的树皮都被啃光的情形吗 你以为我毫无人生 是不是 你以为我只知道贪钱敛财 是不是 我亲自到灾区去过 到那一看我心都凉了 我这才知道 不管朝廷发现多少救灾的粮食 永远也不够 如果我不设法变通一下 那你在灾区看到的就不是灾民 而是白骨喽 我看了他们的账本 所有的赈灾粮款 全都进了这个薛大老板的钱庄了 可不能这么说啊 薛大老板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 一文钱进去 两文钱出来 我这才有足够的钱去救济灾民呢 我看了他们的账本 大大小小的官员 全都在侵吞着救灾的粮款 救民先救官 官都活不了 还救什么名 荒唐 这是事实 千千万万的灾民 谁去发给他们赈灾粮款 是你发 还是我发 还不是得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 喂饱了他们 他们才肯给我去卖命 真来旷顾之谬论 贪污受贿 居然还有了大道理 那我问你 古往今来 多少清官 多少贪官 清官如凤毛麟角 贪官如黄河之杀 对啊 那我不依靠他们 那我依靠谁呀 我这个军机大臣 要是没有他们撑着 那就是个屁 我容易吗 喝哪儿 倒酒 喝酒 喝酒 喝酒